欢迎大家继续收看要财财经台 新美嘉宾仍然是郭sir 上一节和郭sir谈港股市况 我现在跟进一下恒生指数的最新表现 升价8点,19820点 国企指数升价不足1点,9522点 成交方面仍然薄了少少,只有189亿 郭sir,现在应该如何部署? 严格来说,在这么低成交金额之下 真是很难做一些超短线的买卖 因为完全没有幅度,你买到多便宜也好 它升一格,你走不走呢? 两格你又走不走呢?不走嘛 跌回两格,你又打和了 但你需不需要担心呢?我想不需要 升市的时间它没有动力 但跌的时间它也没有沽压 即是说等变的形态是很明显的 今个月到现在为止,仍然是一个先低后高的形态 但波幅只有846点 我一直以为这个波幅不可能满足整个月要求 但原来今个月的成交加价 只有300多亿到400亿 即是说市入市的资金是进一步收势了 既然收势了,市亦不会有太大的波幅点 因为过去就算成交加价小极也有500多亿 好了,剩下来的 就是虽然市暂时走在10天和20天线之下 但指数是没有跌穿50天线 即是说,技术上它只是属于一个高台的反复 因为整个由18,056点的回升 形态是属于一个高台的整固 因为低位是这里 18,056点 到7月份的低位已经去到18,710点 8月份更加不用说 去到19,454点 这个防守性就不是那么重要 因为反围50天线就比较关键 如果跌穿50天线 即是说市的反复势头会深跌 我刚才提到 到底现在这一分钟应该怎么做呢 既然市上落市 价格局暂时没有变 何谓没有变 看成交金额 如果成交金额 一两都是300多亿 400亿 你升了三五百点 我都不会开香槟 因为后天又跌回来 所以高位千万不要追 因为自问是短线的买卖 你买完之后明天闪回来 你错了首货 走好还是不走好呢 说明短线当然是走 那又输入铺了 最好就举起双手 如果去到50天线在阻碍水平 没有什么跌穿的 就先准备 第一 先买到一柱线 如果还有资金的话 当然要买一些成份股 那些比较好一点 买对的 走回浸上去 那就短线 那就走 因为成交金额还是小 但如果你买完之后 成交金额是多的 五百亿五百五十亿的 你可能买对了 那一刻就不要走 分分钟还要再加注 因为成交金额一大 意味着市的动力 是随时将市推穿 二万零三百点 一旦过了二万零三百点 目标就是今年5月7日 二万一千零六十一 去到二万零六百七十四点 这是5月7日 现在下方离口 反过来 市场上去 成交仍然是小 即是上落市 上落市便沽了去算数 好了 另一个看法 我五十天线 我买了首货 它不是升上去 它跌穿了 那又怎样做呢 如果你说 真是 纯粹是短炒的话 一穿了五十天线 就定下止蚀位 例如首货买回来 若是八到十个百分比 那就考虑减绑或者离场 说明是短线 你就要严守止蚀 但如果你说 有条件 中线少少持有 甚至买多些都不重要 那就另外做法了 因为如果跌了五百到十个百分比 其实就不是沽的时间 是再加住的时间 因为我总是觉得 环球的资金链 是逐步逐步宽松的了 避险情绪既然逐步改善的话 股市的上升只是时间的问题 现在欠的是欠A股 A股暂时的势头还是低位 就没办法 可能真要过到十八大之后 才有明朗的走势 港股来说 如果你说 资金流购方面 就深受环球的资金链所主导 但是股份的走势 老实说 你怎可能不不望神咒 因为南筹股除了汇丰占15%之外 几个主要的南筹股 包括中行 港工行 建行中人寿 941 883 中海洋石油 和157 中石油 这七个全部都是恒指成分股的重磅 加上的比重 差不多是40%的 如果这个板块不走 你就会飞到没用 所以一定要持形保态 如果你有中市持有的心态 问题就不是那么大 就不需要害怕 5%到8% 我再买多日 如果有的话 如果真的再跌的话 我又再买多日 因为始终来说 后市我始终还是看上 只不过 时间上就 比较难掌握 短线和中线的策略 是完全不同的 大家设计一下 不知郭sir怎样看 就是银如27号 今天就看到十大成交榜首 成交已经过成61亿 那么多 开始那时都升成5.5% 当时已经有超过58亿的股份成交了 主要都是有英国的私务基金配股 套现58亿那么多 折让了4%左右 以21元去配售 问一下郭sir 配售通常都会股价跌 但银如不跌反升 现在仍然升上3.6% 做到22.7% 是不是主要之前的盈利飙了8倍 所以导致大家看好前景 第一就是 这是一个原则 其次来说 中央政府在政策上 仍然是全力支持澳门特区经济的发展 这是第二 第三就是 银如本身也有一个优势 去年在奥特区有新的项目 今年也有新的项目去发展 换句话来说 整个澳门博彩的业务 银如占的分数 将会越来越提升 如果来到现在这一刻 我们看好澳门博彩相关的股份 1928、27号 都是一个首选 如果两只选一只 我会选银如 再看技术上的走势 早前曾经有个小小的调整 但去到大約17元左右 大家看到 技术上已经出现一个箱底 而这个箱底在那一刻 已经具备短线吸纳价值 但很多人都要等 等到突破 何谓突破 第一 五十天、十天、二十天 很接近 当股价突破五十、十、二十 已经是一个升破的讯号 这一分钟不买的 你再看看 19.5 因为早前来说 一个顶、两个顶、三个顶、四个顶、五个顶 19.5是一个上升的阻力 这一刻突破之后 变成这一分钟 如果你再不追下去 就有少少走失了机会 来到现在 这一分钟 刚才Anita提到 有私募基金减持 去赚钱 持官归顾你 没所谓 但你走 有人留夜讲科场 刚才我提到 中国的政策仍然是 全力支持澳门特区经济的发展 加上 银如本身的基本因素 也相对比较强 有新的项目 在发展 而且他本身的业绩 也交到功课 有些新进的资金 也在接货 如果你真的有心 要买澳门的博彩股 刚好私募基金减持 他就刚好接下来 否则你这么大收货 你要入市去买 老老实实 你根本就买不到 所以很多时候 配售或者配股行动 未必一定股价是跌的 最重要是看行业 和公司本身的基本因素 尤其是 在一个比较淡定的市况里面 没错 少少沽盘 市已经可以跌得明显 但同样 少少买盘 市一样可以升 但是你见到257 光大国际 亦都今天是折扬配股 折扬8% 筹就12亿的资金 但股价就跌3.6% 做3.75 那这个是否跟银鱼比 或者是没得比 那不同而无 光大国际是垃圾发电 即是环保发电 如果你比较在三年前 这一分钟可能很热 大家记不记得 当时 银铁铁炒得很厉害 什么是太阳能发电相关的业务 风力发电 全部都炒过不易落伏 但现在看看 风力发电 发电 都没有风 你说垃圾发电 其实来说最重要 是真的环保 和是国务院的企业 这一阵的配售完之后 多话少 都需要稍微等等 还有257 光大国际 不是那么多投资者 喜欢进行买卖的股份 一般来说 都是机构性投资者 手上持有比较多 如果没有中线持有的心态 最好就不要碰手 明白了 谢谢郭sir 节目时间又差不多了 麻烦也要申报一下 刚刚提过的股份 你有没有持有的 没有的 我们要休息一会 稍后回来 就是我们问答的环节 有些想问我们的嘉宾 快点打电话和传电邮给我们 稍后再见